听国宝级演员为戏剧投入40年的初衷 听受精品肯定的艺术家 让传统工艺有了新生命 听享誉国际的编舞家回乡跳舞 找回原名文化之美 摆赴丹一麦牙威士忌 一心一意说来听听Podcast节目 邀请您听一心专注创作 成就动人之意的故事 欢迎收听Osunmoney我是威力 用知识让你的投资变得更加稳健 想知道上班族怎么开始投资吗 无论是通勤或是运动中的零碎时间 通过每一集的节目分享 慢慢让你建立起属赢的理财深度 欢迎大家一起追踪我的FB威力财经脚 或是订阅方格子的威力财经生活随笔 目前频道是在周五跟周二的晚上8点上架 我的学习就是我的分享 可以分享节目给朋友收听 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互动一起学习 现在时间是2022年的9月15号晚上的10点44分 今天我们单元是威力来读书 用读书增加你的知识保障 今天的内容是大分散 股票高获利法则读书心得下 定期定额怎么维持获利 开头闲聊的部分 这本书本来是想说一次给他录 没想到因为录的太长 只好分成两次来分享 但是我相信这个内容 你听完了应该是蛮有收获的 接着大家就来听第二次的分享内容 第三个分散期间 投资短期是三年内 中期是三到十年 长期是十年以上 短期的如债券型基金定存等 那中期就有混合型基金 以及海外债券基金 长期就有股票型基金 配合不同的用钱时机 选择合适的金融工具 因为要避免说你需要用钱的时候 但是钱还在基金当中 要取用 你有可能就要亏本卖的几率比较高 因为我们人生在不同的时间点 你都有可能需要用到钱 虽然短期这笔钱 它可能是闲钱 但是不晓得哪一天 你可能就会需要用到这笔钱 所以如果你要取用钱的时候 你就会遇到说 你可能需要亏本卖的几率会比较高 那当然你就可以去选择比较合适的金融工具 来达到你的人生的理财规划的目标 例如说我有部分的钱是放在货存 有部分是放在定存 那甚至有比较 比较真的没有在用的钱 我可能可以放在股票里面 用时间来换取报酬 第四个分散时间点 分散时间点投资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定期定额投资 当然如果以追求高报酬率来看 单笔投资你在地点买入是最好 就抄底王嘛 但是往往很难看得准时间点 定期定额并不代表说你一定可以赚钱 最主要是通过分散时间点来减少报酬率变动的投资方式 书上这篇提到有一个蛮有意思的地方 它说即使是投资南韩的KOSPI指数 或者是美国的标普500指数 假设10年到20年间市场持续下滑 或是一直在箱形间游走 即使你使用定期定额也不太可能获利 那若长期指数是处于下跌的区间 等上升的那一年账面有获利 就要全数卖出退场 如果投资全球一流的公司 大多是呈现正成长 反而股市要下跌才好 你才有机会大量买进 这一段透露几个讯息 定期定额是决定买入的时间点 但是可以选择时间卖出 另外呢选择全球一流的公司做投资 比较有长期向上的趋势 所以你看哦 在台湾有些人他不喜欢买0050 为什么 这类型的朋友他可能就会这样觉得 比如说我现在买进来了 那股票涨上去了 价格0050涨上去了 结果它又跌回来了 有没有 你在比如说 你可能在前一两年买的时候 你买0050 接着2021年涨上去了 现在2022年又跌回来了 你会不会觉得一场游戏一场空 有的人就会这样子觉得 所以作者他的想法还是在于说 如果你是在长期的布局 长期的投资像10年期间这样子的 一个时间点来看 你去买全球一流的公司 比较容易看到10年时间区间的正向报酬 当然你短期 举例来说0050也是台湾很强的这几间公司嘛 但是如果你短期这两三年来看 你会发现说 好像真的就是一场游戏一场空 涨上去又跌回来 可是在投资期间 你必须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去看 那当然这几家公司是代表台湾比较市占率高的公司嘛 那没有可能在10年期间的情况底下 它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报酬 第五个是分散地区啊 分散区域就是不要集中投资在特定的国家 要将投资区域分散在全球 如果特定的国家 那就是变动性比较大一些 我的心得在于 其实最好的方式是优先选择全球股票型基金 报酬率的变动性比较小 而开发中的国家变化比较大 例如说像是巴西亚 俄罗斯越南这些国家 第六个是分散货币 分散货币呢 就是指说你持有不止本国货币 也可以持有其他国家的货币 货币多元性这一点其实还蛮重要 就好像是像现在台湾贬值嘛 台湾的台币贬值 美元是升值的 如果你有配置一部分的资金 是在美元上面 你就会发现说 比较不会让你整体的资产下跌的幅度比较大 分散货币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投资海外的市场 例如说像是美元计价金融工具 这一点我也是蛮认同作者所说的方法 如果在台湾来看啊 通常美元升值台币就贬值 美元升值台股的大盘就要降 要降漏啦 那因此啊 持有美元对持有台股大盘的人 无疑来说就形成一种资产配置的方式 为什么因为它的相关性 你有发现到了吗 比如说台币贬值的时候 美元升值 台股大盘的就要降下 所以如果你持有一部分的美金 那你也持有台湾的股票 也以及你用持有的美金 再去买美国的股票 你就会发现 其实它就是一个资产配置的方式 因为此消彼长嘛 所以你的资产的价值啊 你的波动度 就可以在keep在某一个稳定的区间当中 怎么去消除 股票投资的风险 其实哦 投资它就是一个心理战啊 当股市跌到谷底的时候 正式投资的好机会 却有不安的感觉 不敢进场 另外一种心态是刚好相反 就是股市升到顶点 正式危险的时候 却又莫名的充满乐观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当股市一片大好 哦 你就是已经万八了嘛 就上看两万 哦 上看两万五 你就会有这种心理预期 你就会觉得 啊 我的朋友都赚钱 我应该也是会赚钱的 你就勇敢的给它进场 买了很多股票 但是相反的 当盘式不太好的时候啊 例如说像 现在九月的这个时间点 那这个股市的交易量比较少 那相对的 大家对于股市预期的未来啊 这个悲观性是比较大 所以会想要在这个时间点 买很多股票的人 就会相对的比较少一些 因为大家一片看坏嘛 就觉得持续升息 那这个资金呢 就会逐渐的减少 市场上可以看见的资金 就慢慢变少嘛 那股市又是钱跌出来的 你就会发现说 会比较出现成交量比较少的情况 其实在心理战获胜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不随他人而起舞啊 第二个就是不做预测 不用吸收太多的新闻报道资讯 去预测高低点 好好学习投资的原则 再来就是专注本业 增加投资金额 会创造出巨大财富 作者关于这一点 他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他认为与其你在那里预测高低点啊 不如好好学习投资的原则 就是他刚才有讲的分散投资的方式嘛 以及你要搭配不同的生命周期的时候 去选择合适的金融工具 配置属于你自己的投资组合 再来就是你专注着本业 增加投资的金额 就会创造出比较大的财富 简单来说就是专注本业先前投资啦 他要跟大家讲的简单的道理就是这样 第二个消除企业倒闭风险的方法 通过持有全球一流公司的共同型基金 这样子公司营运不好的时候 也可以借由经理人来做替换 如果大家想要买共同型基金的话 你可以去参考 例如说像是这个基附通 或者是其他基金公司的平台 上面就有很多啊 像这种共同型基金 他通常会有几种方式 可能是直接持有 例如说比较大型的世界一流的公司 比如说刚才所讲的啊 这个微软啊或者是亚马逊这些公司 或者他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他是FOFS就是Fund of funds 在这种共同型基金里面 他会通过持有很多不同的ETF 或者是持有很多不同的基金 来达到持有全球市场的方法 那甚至里面他也会配置一些债券啊 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房地产啊 这些就看每个人你去选择 合适自己的这种共同型基金来买 也可以 那如果你不想要这么复杂 你想直接就是持有ETF就好 那你也可以去开个美股账户 或者是你可以用国内付委托方式 去持有美国的大盘 例如说像是VTI的这种ETF 持有美股的整体市场 那你也可以透过买VOO ETF 来投资标普500 这也是一个方式 甚至你想要投资全世界 你也可以买VT嘛 Vanguard所出的这一例系列的ETF 都可以去做参考 那在这些ETF里面其实就是持有着美国啊 比较好的或者是世界上比较好的一流公司 那可以让你可以做投资选择 其实投资全世界并没有那么的复杂 第三个消除股价下跌的方法是通过基金做长期投资才是正结 微烈心得是啊 总结上面的方法采用定期定额避免拆高拆低 只选择投资全球一流的公司的基金或者是ETF 你就可以去避免单一企业倒闭的问题啊 因为买个股啊 它就是有个股风险 你不晓得今天这一间公司它会踩到什么地雷 但是你买的是共同型基金或是买ETF 它里面总有经理人会帮你做替换 或者是他有follow某一个指标指数 去做成分股的更换 以至于你不会承担太多的这种个股投资风险 接着来看一下定期定额啊 怎么去维持获利啊 书中这一段应该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 作者提到说随着人的生存时间将投资组合做转换 例如说年轻的时候投资股票型基金 获利可能比较高 但是随着10年过去 可能可以去转换成混合型基金 也就是股债平衡型基金 降低报酬率的变动性 等小孩长大了就可以把混合型的基金转换为 国内的债券型基金 避开亏损风险 让小孩上大学不担心学费 第二个 定期定额刚开始的时候 减少变动性这件事情来维持报酬率 其实不是特别重要 因为时间太短了 才刚开始 而如果你当你要做长期投资的时候啊 减少变动性这件事情 就会显得格外的重要多了 所以怎么去减少变动性 就是你要去检视你自己的投资组合 里面的波动的大小 那你就可以去思考 你的变动性是不是符合你自己的要求 第三个当遇到说要转换投资组合的时候 要怎么转换 例如你在人生不同的时间点 你想要做股在比例的调整 这应该怎么做 怎么去转换投资组合 要怎么做才会比较合适 那作者他就有提到的一个方式叫做ABCD买卖时间法 什么是ABCD的投资方式呢 其实因为在Podcast内容大家看不到图片 大家可以想象成有两座山 在一个坐标轴上有两座山 这个山的谷底呢就是从A点开始出发 山的半山腰是B 山顶是C 如果从山顶往下走的时候的半山腰是D 那再走到谷底的时候是Aplan 那如果再往上走的时候 这个半山腰是Bplan 那接着第二座山的股峰呢 就是Cplan 接着再往下走就是Dplan 照逻辑来说 最好的买点就是从A点买入 因为在这个图里面你可以去发现说 A就是D点买进嘛 股价就向上 这时候大家kimoji意内就心情很好啦 定期定额不管 其实你在B点或是C点哪一点卖出 其实都是赚钱的 为什么因为B点C点一个是在半山腰嘛 B点C是在股顶嘛 那你在这两个时间点你卖都是赚嘛 因为你是在A点买啦 就是在股底的时候买 因为平均报酬率在A点的时候开始定期定额 到C点这之间平均报酬率 举例来说啦 假设你涨到C的时候 从A涨到C是 A是10元 C是100元 那你半山腰50块的时候 从A到C这之间啊 平均报酬率就是45元啦 如果在D点卖出就是没有赔钱 亏了就是时间价值 那如果在Aplan卖出 就是赔了35块钱 因为平均报酬45块嘛 Aplan的那个点呢是10元 也就是你赔了35元 而最差的买点呢是在C点 因为买进的人 刚好遇到要下跌了 像下持有的感觉啊 就好像一直在亏钱 所以为什么说 左侧交易它很难 是因为你要面对人性上的 这种北送 或者是恐惧 所以它为什么很难 但是定期定额 假设你可以坚持到 Cplan点 Cplan点就是第2次的高点 平均你买入的价格是 45块钱 那Cplan就是 100元嘛 那你就还有赚到 65块钱 也就是不管你在 ABCD点 哪一点买进 你只要是在 Cplan点 卖出就是赚钱 就是你在第2次出现了 这一种拨风的时候 你卖出你就可以赚得到钱 作者提到说 例如说像标普500啊 长期报酬率就是10% 若近一年的报酬率不到10% 就是在D到Bplan之间 当你超过10%的时候啊 就是在Bplan到Dplan之间 Bplan到Dplan之间就是 坐标上的第二座山的半山腰开始到了Cplan点是最高峰嘛 接着又跌回Dplan也是半山腰 也就是当超过10%的时候就会是在Bplan到Dplan之间 如果你没有办法抓到Cplan那你就可以在Bplan或Dplan卖出也可以避免亏损 只要在年底回顾一下金融资产就可以就不用每天看盘了 这个就是作者的方式 如果大家听起来很复杂的话 简而言之就是 不管你是在股价的高点低点或者是半山腰买进都好 你只要最后是在相对的高点时间点 卖出 那你就是可以赚得到钱 这就是作者讲定期定额长期时间可以赚到钱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大家 听Podcast描述还是不太懂没关系 之后可以去看文稿内容 那上面就会有画图给大家做说明 或者是你可以找这本书来看 那作者的解释可能会比威力的描述更清楚 威力读完这一段的心得是说 假设我也按照作者的这个说明 来看一下0050的定期定额报酬率是怎么样子 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读书总是要应用一下 来去思考一下 这样才是读有书 不是读假书 像以0050来看 从投资时间2003年的10月1号到2022年的9月6号 这段时间区间来看 2003年到2022年大概就是20年间 这年化报酬率大概是5.4% 那如果以近一年的定期定额报酬率来看 大概是-11% 如果以作者这段定期定额可以获利的方式来看 其实平均报酬率 过去20年间年化报酬率是5.4% 也就是说他的半山腰是抓在5.4% 那如果呢你是在5.4%的情况底下假设是低于5.4%那一直到谷底再涨回5.4%就相当于刚刚我们所描述的这个图形的D到B plan之间 如果你有用到钱或者是需要转换投资组合的时候你就得要耐心等待到0050的近一年年化报酬率 大于长期年化报酬率5.4%以上再做转换或者是出售才能不亏钱 作者他用最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讲的做法就是这样 如果该年没有超过长期年化报酬率他就会选择不卖股 或者是等到有超过的时候你再做出售 若预计啊投资10年在第11年就要开始做出售 那如果说在那一年你要卖的时候 没有遇到大于年化平均报酬率的时候你就不要出售 等大于的时候再卖出 那你也可以把前几年没卖的部分一起卖出 如此一来只有在年化报酬率比平均年化报酬率高的年度你才卖掉股票 且卖掉的钱转换到其他的组合上 例如说投资混合型的基金或是债券基金等遇到市场暴跌的时候也不至于说重伤 才能够安全领到钱 那威力觉得这一段就是我读这本书里面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收获 第一个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分散风险的六个原则 再来就是你定期定额到底要怎么获利出场 这一点可能是很多书上都没讲或者是很多投资老师其实不会讲 只跟你讲说你就定期定额嘛 长期时间下来应该是有机会赚钱的 但是很少人会跟你讲说定期定额到底要怎么获利出场 因为你人生啊总会遇到不同的阶段 你有可能风险承受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那你要在做转换的时候该怎么把定期定额的部位 转换成相对风险较少的投资组合 这一点就相对的重要 也就是我在这本书里面读到一个 比较重要的桥段 那用简单的再描述一次他的做法 简单来说他会以一段时间的 长期年化报酬率来去检视 这个投资标的 或是投资组合 那当他发现说他想要出场的时间点 低于长期的 平均年化报酬率的时候 他就选择先不要卖掉 等高于平均年化报酬率的时候 他在选择把 股票出售 转换到其他的标的上 用刚刚的这个0050的案例就是在于说 比如说你年化报酬率是 20年期来看啊都是 差不多是在 5.4%的时候 那假设呢 他今天他 投资的第21年 他开始卖股票了 他0050 他要转换成风险相对较低的一些 债券基金或者是其他的基金 他想要去做转换 在第21年的时候他就会去检视 第21年的年底的时候 这一年的年化报酬率 是不是有 高于5.4% 以2022年这个时间点来举例啊 虽然今年 只有到9月嘛 不过预期可能整年度都是亏钱的 0050从年初到年尾 蛮有可能都是亏钱的 那没有大于5.4%嘛 所以在 今年2022年 他就不会卖股票 他会等到2023年的时候 在 年底的时候 再评估一次 例如说2023年的 这个时间点 0050的年化报酬率 他是大于5.4%的 那他就会选择在那个时间点 把股票卖掉 一部分 转换到其他的 投资标的上 这就是最简单的投资方法 就依照他的ABCD的投资方法 这样子 做定期定额 卖股票的时间点的选择 就不会亏钱 那这就是他在这本书里面 分享比较重要的 投资经验跟心得 结尾的部分 请大家可以分享 节目给朋友收听 也可以在 威力财经 缴投资生活式的 LINE社群 跟威力互动一下 虽然说最近威力实在是 工作蛮忙的 不过看到大家留言 还是会 积极的跟大家做回复 不要忘记 你在理财路上 有威力跟你一起做讨论 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 期待下一次再见